大家好,我是熊王 运动结束后 人体肌肉细胞中原本储存的鸡糖原被大量消耗 肌肉纤维在运动中或多或少有一定的损伤 运动之后补充碳水化合物和优质蛋白 可以很好地促进肌肉恢复 同时又能及时地补充能量 为身体的高代谢率和脂肪的持续燃烧打下基础 运动之后要吃东西 那吃多少要有一个控制量 对于增肌人群 每天吃进去的总量要比平时 不增肌的时候多一些 对于减肥瘦身人群 每天吃进去的总量要比平时减少 燕莓片是一种消化吸收速度 缓慢的碳水化合物食品 可以避免胰岛素的剧烈波动 给身体提供持久稳定的能量供应 并延长饱腹感的持续时间 今天就用燕麦 加上中筋面粉增加筋性 搅拌均匀 加入两勺油 用手揉成一个软硬适中的面团 盖上保鲜膜 醒发至两倍大 面拌均匀 面拌好了排一下气 擀成一个长方形 厚度大概一厘米左右 拌上切好的香蕉片 卷起来 切成均等的12份 铸铁锅底部和侧面 抹一点油 放入铸铁锅中 盖上保鲜膜 二次醒发 45分钟 面已经膨胀起来了 刷一点蛋黄叶 撒上黑芝麻 放入提前一热好的烤箱 350华氏度烤30分钟 内部松软 口感香甜的燕麦面包 做好了 想吃就做一次吧 下面接着谈健身的话题 今天练肩部三角肌和腹肌 今天介绍的动作是 哑铃推肩 坐在一张有靠背的椅子上 双手各拿一只哑铃 放到腿上 掌心相对 放到肩部位置 展开上臂 使掌心向前 手腕向外 背部靠在靠背上 这是动作的起始位置 向上伸直手臂 将哑铃举过头顶 同时呼气 在顶端 将哑铃向中间靠拢 以此挤压肩部 应稍事停留 然后缓慢 将哑铃下降回起始位置 同时呼气 下降过程中 保持对哑铃的力量掌控 谢谢收看 我们明天见 我们明天见